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还是学法语,还是学其他的各种语言的时候,好像都曾经出现过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在这篇文章当中,它是如何来论述的 那还是和之前一样,请同学们先自行阅读文章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来做一做后面的这几道练习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一看课文,也可以找一找其中这些练习的答案都分散 我们来看第一段 这两个都是同位语了,都是对Yvette来进行的一个补充 她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自己有选择过 第一句话就奠定了,这确实是一个problem啊 她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没有办法做选择 她面临的这个问题,如果要照顾家庭,她就没有办法去工作 所以说,她没有真正的选择 Travailler ou rester chez elle 是去工作,还是待在家里呢 Depuis son mariage 自从她结婚以来 那我们注意,这里的 也是一个同位语 是对谁进行的修饰呢 也就是自从17年前 她结婚以来 她总是在问自己问题 我们以前认识的一个词组是 pousi una question pousi la question a quelqu'un 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说 s'pousi una question 自己问自己问题 这里就是表示一个字反的意味了 所以 elle sait souventpousi la question 这里的pousi也没有配合 对不对 因为pousi una question a quelqu'un 这里的字反代词s 做的是pousi的间接并语 它的直接并语在后面呢 是la question 那这是对于这句话细节的理解了 我们再完整的看一遍 Depuis son mariage il y a 17 ans elle s'est souvent posé la question 自从她17年前结婚以来 她就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呢 上文提到的 travallé ou rester chez elle 出去工作 还是待在家里 好这句话里有两个生词 对吧 第一个是 la circonstance 这里用的是负数 la circonstance 它指的是情况 环境 那说到环境 有些同学说不是还有一个envihonement吗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还是挺大的 在使用的时候 envihonement呢 我们一般说什么保护环境啊 什么自然生态环境啊 就是跟自然有关的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 叫做envihonement 那circonstance呢 一般偏向于指 我们所处的形式 或者情绪 这个叫做circonstance 这是第一个生词 第二个呢 是一个动词 tanché tanché这个词呢 它的本意 是一个直接级物动词 指的是切断 比如说 有一个很残酷的心理法斩首 就是tanché la tête 把它一刀下去切断 所以我们也可以顺便记一下 它派生出来的那个名词 une tranche 就是被切成一片一片的 我们经常使用到的就是 une tranche de pain 一片面包 很形象对吧 tanché下去切成一片一片的 那也可以是 une tranche de jambon 一片火腿 这两个词一起记 应该没有问题啊 但是它在这句话里面 就说不通了 什么叫 是情势 把它给切断了呢 而且不是 la tranche 而是 tanché 不和 elle 所以我们也要能够理解 tanché 它的一个隐身的意义 是做 不急物动词用的 它指的是 快刀斩乱麻的 做出一些决定 所以就是 很果断的决定 当机立断的决定 也非常形象 对不对 那我们记住 它在做这个意思的时候呢 是不急物的 所以 在这句话当中用到的 其实是这个意思 每一次呢 都是 它所处的那个形式 来帮它做了决定 不给它 什么选择的机会了 它虽然一直在问自己 到底要不要去工作 但实际上 情势逼得它 不得不待在家里 帮它当机立断的 做了这个决定了 这句话呢 是这样来理解的 所以我们刚才做到的 第一题答案就很好选了 有三个选项呢 一个是正确的呢 所以这个选项说的是 情势对它有益 这个完全不正确 对吧 从上下文的理解来说 这个情势 是逼得它 不得不待在家里 带孩子了 因此不是啊 情势替它做出了决定 这个才是正确答案了 情势让它失望了 让某人失望 它还是不如被选项来的 更贴近原文的意思 因为原文当中 用到了tanchi这个词 替它当机立断的 做出了决定 然后我们移动到 第二题 直到它的第二个孩子出生 它终于可以继续 它作为助理会计的 这样的一份职业 我们以前学过 这样一个动词名词的搭配 exercer un métier 从事一项职业 那是什么职业呢 le métier d'être comptable être comptable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复合构词法构成的名词 对吧 aide 帮助 comptable 会计 所以 être comptable 就是助理会计 到它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呢 它终于可以去继续 这样的一份职业生涯了 好 这里又用到 continuer de faire 对吧 这个词呢 以前争议也很多 在很早之前 我们还是会辨析的 continuer a 和continuer de 有什么区别 但实际上 现在呢 都已经不分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记 continuer de 和continuer a 都是表示 继续做模式的意思 两个借词 是可以通用的 我们看到这里有没有发现这些写社会现象的或者调研类的文章 特别喜欢用这种中间插一个同位语的表达方式 对吧 特别是在讲到他所举的那个例子的时候 Yvette 这一个主人公 37 3 3 4 这里说 son marie employee don l'administration 都是采用 直接用同位语来对他进行修饰 那这样呢 可以使得文章显得更加的简洁一点 比直接写 son marie et employee don l'administration 后面还要用其他东西去接他 对吧 这样子呢 就非常的简洁 那我们读到现在应该已经对于这样的一个行文方式 比较熟悉了吧 读起来应该没有问题了吧 好 我们继续啊 那他的丈夫呢 是在政府部门公职 gagné 1500 euros par mois 每个月呢 转1500欧 这个应该也是比较老的一个数字了 现在肯定是不止的 现在基本上法国人的人均收入有两三千欧左右 那因为这个文章时代也比较久远了 不过呢 现在这个 les femmes et le travail的矛盾 应该也还继续有存在着 特别在中国也有很多 对吧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那在当年呢 他的这个丈夫每个月赚1500欧 cette somme 这样的一个数量 une somme 指的是一笔数量 cette somme à elle seule couvrait mal dans la région carizienne les dépenses d'une famille en train de s'installer à elle seule 注意这里的elle 指的是前面的这个somme 这一笔钱 也就是说 单单这笔钱 是很难去抵偿 他们的生活用度的 这里我们看到 couvrir的一个用法 它除了表示盖住之外 在这里指的是 够用 能够抵偿日常的开支 所以这个意思的话 也是和英语里的cover 其中的一个意思是一样的 couvrir 可以指 一笔钱 能不能够抵偿我日常的开支 那我们找一找 这个couvrir的 宾语在哪里 cette somme couvrait mal les dépenses d'une famille en train de s'installer 他的宾语是 les dépenses 这些开支 开销 对吧 那在couvrir和他的宾语中间 又有一个插入语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 在巴黎这个地区 它是插入在中间 进行补充说明的 如果是在别的省呢 可能还够用 但是在巴黎 这一笔钱 真的是很难去应付 一个正在巴黎定居的家庭 日常的开支 所以这里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啊 他们不是世代的巴黎人 肯定也是从外省过去的 那这种的话 一般生活压力会更大一点 对不对 les dépenses d'une famille en train de s'installer 一个正在定居的 家庭的日常开支 所以这一句话呢 也是中间被插入语 弄得四分五裂的 我们再完整地看一遍 cette somme a elle seule couvrait mal dans la région parisienne les dépenses d'une famille en train de s'installer 所以这边呢 对应刚才做到的第二题 我们看一下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a cette somme suffisait à peu près pour les dépenses 这一笔钱呢 差不多能够 应付他们的支出 但实际上是 应付不了的 对不对 couvrir mal 我们最精准的一个 翻译和理解呢 应该是 很难去应付 这一笔开支 所以a选项说的 基本能够 满足 其实是不正确的 me b呢 sette somme ne suffisait pas vraiment pour les dépenses 不怎么够 si cette somme était insuffisante pour les dépenses 完全不够 那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哪一个呢 应该是 b选项了 有同学说 为什么不选c呢 c是说完全不够 对吧 那couvrir mal 其实也没有说 完全不够 只是说很难 把这笔开支 全部覆盖住 很难去应付 有时候呢 可能还是能够应付的 那如果跟c选项 完全对应的话呢 这句话 我们其实是可以说成 cette somme ne couvrait pas les dépenses 所以我们听会一下 ne couvrait pas he couvrait mal 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是完全 应付不了 还有一个是 很难去应付 因此这里 最佳的一个选项呢 应该是b cette somme ne suffisait pas vraiment pour les dépenses 好我们看下面一句 aussi le salaire d'Yvette n'était-il pas un luxe mais une nécessité pour elle et son mari 好 我现在要请大家 找出这个句子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语发点 我们自己来找语发点 看看有没有同学能够找出来 能够找出的 肯定是说明 你之前学的 更加的扎实 来找一下 语发点在哪里呢 有些同学 把眼睛盯在 那个nete-tile上面 说这里有一个倒桩 那为什么这里会倒桩呢 所以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语发点 应该是 当ousi这个副词放在此手的时候 他后面的句子 主位就要倒桩 而且这里又是一个重复主语倒桩 对吧 e le代替的是 le salaire 他的工资 那找到这一点之后呢 这句话就好理解了 这个ousi在这里指的是 ins 相当于unc的意思 因此呢 ivette 她去做助理会计的那一笔工资呢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并不是一笔 很奢侈的钱财 unlux 可以拿去买一些好东西 奢侈品的 而是una necessity 一个必须的东西 因为光靠她丈夫赚的那些钱呢 是没有办法满足家庭开支的 所以她赚的这些 也是家庭必须的钱财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看 今天要学习的这个词财 同样是一个prefix 前财 叫做extra extra 那它首先呢 可以表示超 超过 或者极端的意思 比如 有一个形容词是 饭 精细的 那么extra 饭呢 值得就是 特别精细的 特等的 优质的 所以一些爱吃的同学呢 可能去买巧克力 会看到他们写着 chocolat extra 饭 那就是极其精细的巧克力 上等的巧克力 还有呢 sensible 敏感的 那如果是extra sensible呢 非常敏感的 感觉灵敏的 extra sensible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形容词前面出现了extra 那么它一般指的就是特别的极其的意思 那它也有第二个含义啊 可以指在什么什么之外的 比如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 ordinaire 是普通的 ordinaire 但是如果我们加上了前缀extra 变成extraordinaire 那它的意思呢 就是不普通的了 那这里extra 并不是说表示了否定 而是说它超脱普通之外 不属于普通的那一群 所以是超群的 不凡的意思了 ordinaire extraordinaire 这个词尤其重要 我们可以记住的 如果我说extraescolaire呢 scholaire我们已经认识了跟学校有关的 那extraescolaire就是校外的或者课外的 在这之外的 par exemple je fais du tennis de table en activité extraescolaire 我课外时间呢 就会去打打乒乓球 activité extraescolaire 课外的 活动 et puis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 extra terreste 这个比较难猜啊 extra terreste 它中间最关键的这个词根呢 其实是 ter ter 可以指土地 也可以指我们的地球 那么terreste呢 就是地球的 陆地的 那如果是extra terrestre呢 就是地球之外的 陆地以外的 也就是太空的 或者说来自外星的 都可以用这个形容词来表示 extra terrestre 比如说 creature extra terrestre 这是一个外星的生物 那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careter这个词 对不对 它也是由 care这个动词延伸出来的 那care呢 它可以延伸出 两个不同的名字形式 一个是 把后面的er改成 ation的词位 那就是careation careation 指的是创造 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吧 来careation 那这里的careter呢 指的则是 被创造出来的东西 所以它是可以指人 或者生物的 因为在神话故事里面 人是被上帝 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creature 是创造物 或者指人 生物 那这里的外星 生物呢 就是 creature 外星 感谢观看